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年的諾貝爾和榮章和文洛作都花了 在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經濟學國都還未出道 文學獎我們理論上都應該講講 因為今年的文學獎就是Peter Hanker 班兩個 班兩屆 我就正常講 去年就因為這個性醜聞的問題 就搞到沒得班 我覺得沒得班可能去年2018年也略過 原來不是的 他就2019年追班回來的緣分 但我記得以前的諾貝爾文學都試過沒班 大戰的時候 可能是戰爭 戰爭的時候沒班 正常 但是近年可能那個不知道是什麼因素 2018年是不是你都 這件事很古怪 全世界重詞了很多 雖然說 諾貝爾文學獎的書不買得多 拿了獎就不幫了多少 但都是因為反正現在少 國際獎也是少 但坦白說 2018年獲獎那個 其實我真的完全不懂 連名字都記不到 現在很流行的了 你波蘭、捷克的那些 比如拿獎那些 或者非洲國家拿獎那些 你怎麼會去看呢 因為很簡單 他關心的東西 不是你關心的東西 但是文學理論上應該是universal 對 但是多少都跟這個 具性有關的 有些東西你完全追不進去 比如你說很簡單 比如北愛爾蘭的問題 你根本 雖然我們知道少少 但也不是他很熟悉的 搞了幾十年 搞了三十年 你不跟通就什麼 跟不開 跟不了那麼多 人家的抗爭已經三十年 你怎麼追 到現在才可以明白 為什麼那些酒吧 有個國家名字出來 阿里斯巴 世界上沒有這件事 你英國佬不要走進去 阿里斯巴 還有一個顏色你認到的 綠色的一定是 你開啟茶樓 沒理由寫著中國茶樓 愚蠢的 那這件事 你不是那個生活 你不是追開 你根本不知道 還有他要求你那個文化認識 都要比較深 例如說 很多人不知道 愛爾蘭人 原本不是講英文 原本是講愛爾蘭話 那你怎麼知道 你見到他都是鬼佬 雖然現在不講 但是這些歷史 其他人又不是太容易吸收 至於說 今年的那個諾貝爾文學獎 我在上星期的節目 我都提過 就是著名導演 德國導演 Win Van Ders的編劇 但是他不是德國人 他是奧地利人 奧地利的文學 事實上 曾經有一段 頗為輝煌的歷史 彼得歷史 其實編劇 給很多導演 不是 不只是 Win Van Dersen 不是 只是Win Van Dersen 很多 阿摩 還有一部Hidden 都是他的 我都看過 但是他的原文 應該是德語系 德語系 另外華劇 也有做過 是嗎 噢 叫做激怒觀眾 嗯 好恐怖 他 這件事就是這樣說 他搬來香港 其實是意義不大 就是為什麼呢 有些事根本就是 他自己為主 就是在德國 或者在高地利 或者什麼為主 那 就是他有些意思 他意思就是這樣 他做個戲出來 就說 他就要 譬如 我譬如很簡單 譬如說 我現在在香港做的 鄧祥義思觀念 還要做一部戲 我反對香港電視劇 反對《歡樂今宵》 反對《歡樂今宵》 反對那些東西 嗯 那你 你只要說少少出來 大家全世界都明白 但是你沒理由 叫我明白你 為什麼要反《歡樂今宵》 反對《歡樂今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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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宵是否需要知道 為什麼要反香港電視劇 就是我知道你反電視劇就可以了 不需要告訴他 就是細節的 因為你做了戲 只不如講細節的 比如說我反TV某些東西 反TV那些 各種各類的東西 比如說那些 就是反賣廣告 反… 張熱化 張熱化 和婆婆媽媽的電視劇 這樣 大家每一個世界 就是每一個世界 每一個城市都有類似的東西 建制派的東西 那我不需要知道 你某個地區的 反的內容 我知道你知道 反建制就可以了 那我明白 那那時候 你為什麼要做一個戲 完全翻譯出來 要做一個戲 但是那個 那個翻譯 可以將它 可以標準 這樣就差不多了 但問題是你很難 不是 那你也要問准那個原作者 是啊 不是說 我們以前讀畫劇 我們都討論過這個問題 例如沙士比亞 那樣 那劇本身很好 但如果你看到 很多時候它要將 要去到那個 本地的文化 要跟它融合 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Macbeth 不流行國物 將它轉成了 做經劇 高中各類 是啊 那你就把它Logalize 那如果你說 胡湯 就是 一個 生硬 生硬的 將它逆了 放下來 這件事 你講到沙士比亞 就是另一件事 那沙士比亞 有 它完全照搬 有完全照搬的理由 它改為本地化 也有理由 看你怎樣做 還有看你當時的罪障的事情 這件事 還有你的意圖 那你講一下 吳興國 也就是一個 不是適當的例子 因為吳興國 就不是 它傳釋這個 插士比亞 就不到它 不到它這個級數 不到它去講 因為它不是那種 不是不夠班 那麼 它傳釋 有它的意義 有它的內容 有它的層次 但是舉例也沒有舉它 舉誰呢 當然是其他人 大部分人要舉 那就是 剛才你解釋一個 一個 德國的劇作家 他反建制 全世界有很多編劇 反建制 各個內容 各個內容 各個態度 各個風格 即使用密集計畫 它呢 它搬來 就沒有 你不大意義 你看 應該會小心 那我想那個 其它 其它這些編劇 我寧願改其它 編劇的作品 來 本地化 但我這個古剛 其實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名氣大 是 或者那些人想知道 有一個這樣的編劇 大家是值得留意 他呢 比如說 英國的Hallow Painter 他有幾個層次的人 那一篇劇 他都很政治性 他都很政治性 911他已經抹到飛機了 他去拿獎項演講那一篇劇 完全不在那裏反美 另一件事 他的作品搬來香港做 有些戲應該全面要 要醫治他的原文來翻譯 有些戲可以本地化一點 每一個戲不同 每一齣戲的對象不同 所以有一次不說不說 這個也是翻譯的高分 因為Hallopinder也有另一面 人家說他是一個八孤佬 也是一個傻瓜 另外晚年態度又轉變 各種各樣 有時候有一個作家 有一個藝術家 你看什麼時期 你不能夠說每個時期都 你一讚他 每個時期都適合 當然不當然 這些作家已經上了神台 因為他還沒拿羅貝爾獎 還沒拿羅貝爾獎的時候 我們在大學已經讀他 還有一件事要說很重要 這個 羅貝爾文學長那個班長 通常是滯後的 滯後幾個月 不是滯後幾個月 你金其雄 過了若干年之後 沒人看你的 很多作家 通常一個班 一個獎 一個文學獎 有兩種情況 一種 就是發掘一個新作家 發掘一個沒人認識的作家 這樣有意義 那個獎的班都給他 有意義 全世界認識他 另一種 他肯定的意義 就是那個人已經很厲害了 我肯定他 我就把獎給他 這個就容易做的 兩個意義不同 這個後面的意義 兩樣都成立 但問題就是 羅貝爾文學獎 很多時候都是撻 舉個例子 現在有沒有人看蔡珍珠 沒有 你數下來 由他第一屆下來 有多少個 大家看 這個就是為 羅貝爾的遺憾 一個孤點 搬給蔡珍珠 今天就是污點 因為 一個不夠班 人一班 另一屆 考慮 當時環境考慮 剛才你說的 很重要 就是 他很紅 但是紅 是不是代表那個 有全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 你不要講遠 Bob Dylan也有問題 譬如現在Peter Hengel 是反對 頒給Bob Dylan 但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有意義 Bob Dylan 之類 沒得爭 有時候 你一個國際 最崇高的文學獎 頒給一個 國際國家的時候 有時候 你很難拿捏得很好 第一個 很多時候 你不是讀原文 舉個例子 譬如說 你諾貝爾評審委員會有讀 郭鹹健的時候 是好像聽我一個讀原文 大家一個是 大家一個人懂中文 大家一個人懂中文 大家一個人懂 馬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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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悅賢頒給高恆健 有件事很重要 高恆健不當是中國作家 法國 因為他已經改了國籍 他已經改了文 他的作品 法文作品已經很多 即是說真正正的中國作家就是莫言 現在拿獎 但對莫言拿獎其實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態度 因為你在中國裏面 敵得拿的可能很多人比莫言高 或者很多人仍有爭論 另一個 今次美英國賭博公司 有提到一個中國作家的殘說 我想 女作家來的殘說 沒什麼無厘頭 這件事就很古怪 可能他有翻譯 我不知道 但又是殘說 我聽過名字的 但是很無厘頭 因為以我認識 現在爬著隊拿諾貝爾獎 就很多個文學獎 起碼村上出處應該拿 已經傳了很多年了 好像特地不給他 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諾貝爾獎的 都有人講到很多次了 我亦都不妨再講一次 其中一種 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 你要反政府 反建制 這件事很重要 你基本上有另一種感覺 是偏於鄉村那方面 多於偏於城市那方面 這個後者就難說一些 但你說反建制 這個我想從來都是一些 我們覺得可以 做為一個文學的要素的原因 因為很重視社會批判 如果你拆個勝虎鞋 就更加不用想 但是你說 保守的 保守的有 譬如保守的T.S.Elliott 右派 近乎法西斯 保皇黨 但是他拿獎的時候 沒有什麼意義 另外一個就更加厲害 雖然沒有拿 但是我們覺得 我們要吸數的就是 Eatserpong Eatserpong 就是美國詩人 大詩人 Eatserpong Eatserpong 就說其實他更高手一點 但是因為他只是法西斯 所以一定不給他 Eatserpong 最厲害的地方 他對中方 日本 他譯了李伯的詩 很厲害 雖然他不會看中文 但是他譯了李伯的詩 很熟 有見解 有時候文學家也要有見解 不只是文學作品那麼簡單 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錢中書是否要拿呢 這句話我不回答你 因為有千萬個人 當作是專家 為事無謂說這件事 我忍一句 李駱說他 書的讀得很多 他讀得通 基本上是一個 他是一個 不是一個活潑的人 他是一個 一個學問家 即是學者 學者 未必是創作者 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對不對 他有 他有寫在圍城 很多 很多 但是這個創作 遺成都是一個 不是有趣的這本書 不過anyway 中國去拿諾貝爾獎 我覺得早年反而多 有一個很重要的 學問家和創作者 創作家是兩個層次來的 即是你錢中書 可能擺在這個 學者的部分 即是大人學者 沒有頒這個諾貝爾獎給你 那有很多獎的 不過他 問題就是 我覺得就是 他們那一代人 有一點損失 即是正如那班去 我再留學那班畫家 即是生前 他得不到應有的那個尊重 那你說的頑固 譬如有幾個 譬如胡適 錢中書 魯迅 林宇棠 那很多個 其實都應該值得獲獎 先拿哪些女學獎 文學獎都可以的 那份量不夠 譬如胡適一點 他本身不是文學家 那樣東西不要說 但你剛才說的胡適 我們都要說一件事 有些人的地位 真的要很久很久才 才 廣泛肯定 譬如說到今年 董喬才出版讀胡適 再說胡適 我們想想遲了幾個年了 但是那樣你還要知道 遲到這麼久才讓香港人 寫胡適 香港作家 那董喬見過胡適嗎 不知道他見過什麼 我約略看這本書 好像他見過 可能在他演講 就有聽過 是啊 這樣也夠了 我們這些 完全見都沒見過 他死的時候我都沒出生 我是遲幾年 遲了兩三年見不到演講 見不到演講 不是見過差很遠 見過差很遠 見過一次也差很遠 董喬見 鐙浩很熟 潑心魚 是啊 你真是老粗 我還認識一個 過身的日本的女子 他小時候 三都幾乎去過家 是經常去的 我聽到他說的時候 我整個人是觸電的 那你 就是這些 是啊 其實 就是 你在那個時代 見一個名人很容易 比如我 我也見過很多名人 年紀夠大就見到 是啊 年紀夠大 還有一些偶然 就是這些場合 有機會 遇到 你就遇到 你很簡單 一件事 你心目中 有自己本身一件事 就是你 對一些敏感 對世界上 一些精英 一些名字 你熟 都有機會去的時候 其實見不見 其實是殺那的 決定你的 你去那個場合 就見到去不到 你不去就去不到 就等於你經常說 張大千去見到北交索 是吧 是吧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你因為平時的名字 記得多 你可能去走 會見到他 是啊 一插那 就馬上去 馬上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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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 沒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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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遠的見到他 就叫了一身大師 很遠的見到他 開明威走過 結果兩個都拿下培獎了 所以 其實這些就 不要說追星 你追得對就可以了 你見那個明星 你可能是去一間餐廳 對 是去餐廳 有些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一百年前 有什麼人去過呢 有什麼人去過呢 列廷去過 James Joyce 去過 伊斯坦去過 這些東西就關乎 常識問題了 有些常識夠 去到那裡 實際發現 立刻做事 你很囤怠 別人告訴你 你都不反應 比如說 我去Mon Chua 去過John Lennon 試驗 Bad Inn Bad Inn 那間酒店 你無緣無故走過 有人提起 立刻中去做 我也試過類似的 我去溫哥華 時候有人告訴我 有個很著名的結他手 他在那裡 就住過的 那他講來講 都不認識誰 身上的神經 原來是Jimmy Hendrix 我們真的走下去看 我看過Jimmy Hendrix 展覽 你是不是在溫哥華看 不是 我在 你沒有在Seattle 你沒有在Seattle 為什麼呢 溫哥華哥呢 就是他小時候 跟他婆主一起住的地方 是這麼大的 就是 現在我們這個少量這麼大的 那他原來 他上 他還要住 底層那裡 他上面那裡 現在就是 那個 賣衣服的 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他 下面這個 就是Jimmy Hendrix 那個紀念館 來的 不過現在就生了 其實很多人 拿來朝聖的 溫哥華 那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associate with 即聯想都說 Jimmy Hendrix 但他真的就是在那裡住過 那 就 世界上少有一個 流行音樂家 即是音樂人 有妙師 紀念他 那這個是 Paul Allen做的 就是 Microsoft 其中一個老闆做的 如果你說 不是他給錢 現在都做不到 政府給錢 不是 Paul Allen 因為他們是Seattle 這些事情 你不用想 在美國一定是自己 籌污的政府 不會給錢 搞這些事情 有 幫忙很大 還有 在Seattle 另一個人 Cucco Bean 是 Grant Rock Grant Rock Nivena Nivena 其中一個結他手 那 講到這件事 順便要講一件事 這兩個結他手 人家說 講結他 你不是彈得好 你不要搞錯 即是怎樣彈得好 但他不是重要在這裏 他重要 就是他教音 即是他搞很多東西 他的音不是彈出來的 是做出來的 有 他很多 技術的 另外 Cucco Bean 那個結他 他就是 馬線的 即是他彈得來 是奏音出來的 是 那一定要想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想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即是他不是 Eric Capiton 那種音 那種結他 那Eric Capiton 那些就 純粹是技巧 那些取勝 最精 但是Cucco Bean那些 那些是 那些是人格 人的搞出來的 還有一件事 他早死 早死 即是這件事有更弱 幾個 幾個現在很經典的 都是過不到三十歲的 是 全部是吃肉 吃肉 癡癡的那種人來的 過不到三十歲 然後就有什麼 很多很多 所以 大家現在真的很珍惜 During Stones 唱到現在還在唱 十十年紀 還有什麼 七十歲 還要齊人 我想最老的都是八十歲 八十 八十 查理 Watts 八十歲 都還跑出來 獻山 真是 哈薄的說 誒 說起 流行音樂 差不多有 幾件 就是這陣子電影有放的紀錄片 Lodger Water、Mantelica 在補地鐵的情況下 那些戲院都爆棚 你說的是紀錄片 紀錄片 就是音樂會紀錄片 還有有粉絲的 有很忠心的粉絲 我看那兩場都有很多人看 因為在太古廣場放 真的很熱烈 山場拍手掌 是說什麼的? 不是在音樂會 Water Waters是音樂會來的 我們就看過 有很多場 有很多場 最最後就是節目完結前 紀錄片給我們 你去電腦那張大相 這張是近期的一個經典照片 在旺角的拍攝 大家看到旺角站 為什麼這個那麼經典呢? 沐叔,你要留意這張照片全世 全世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Joker這套戲 現在差不多成為全城的熱點 有些人就說 這套戲是在香港的 剛剛被這個攝影師捕捉到一個鏡頭的時候 這張照片 一定將來可以成為Joker那套戲 一個宣傳的圖像 大家看了所有沿線 地鐵封了 不過有汽油彈 有汽油彈在那裡 然後有個小丑 然後有很多圖鴉 其實很多東西回應今天香港 這個Tiffany的廣告 那個女人是暗眼的 暗眼的那種照片 存在了十幾二十年 很多 很多 這些加價 一件有做過的 因為有些人說 其實是共濟會的那個符號 但是你現在又變成禁忌 沒事的 你很快上頭 一見那些東西馬上頭 那你做些越來越普通的東西 就看你上頭上得多多 上得多多 對 還抹一些舊的東西 你想 K-Mos也做過 K-Mos也做過 K-Mos也不在那些 其實你講來講去一件事 這個西方文化豐富不得了 西方生活文化 你踩它一翻 別人踩它回頭 那我覺得後面的原因 很容易理解 自由思想 你在一個地方有自由思想 你就自然很多很多東西 很精彩的東西 慢慢會做出來 全都在那裡 你踩它一件十件 打回你回頭 所以中國是不明白 為什麼人家的軟實力 可以做成這樣 你搞這麼多年 扔這麼多錢 那些軟實力 全部都 到現在 一賣牙 就全部都輸了 原因就是 很簡單 有些事情太沾沾自起 某些垃圾片 主流 你有沒有看攀登者 主旋律電影 或者河國街電影 你這麼遠 就是在外面看 是笑話來的 真的 你這麼低層次 怎麼去到那個 怎麼拿出來 外面曬 你本身欣賞來看低層次 根本看到 哭幾包紙巾 真的 看電影去到這個地步 那些人怎麼來聊天 怎麼說話 沒得溝通 是吧 好了 大家就留意一下這個影像 如果你還沒看這個小丑 你記得留意這套戲 都幾沉重 好不好看 我就覺得不需要爭論 但是肯定這套片 都頗多提名 最佳藍珠角一定有提名份 其實你講有些事情 這個是Philomenon 現象性的事情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需要 說它很不好的 現象就要知道 那你人生有樂趣 才衝實 怎麼為之衝實呢 好 那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你全張照片給我看 全張照片給我 行不行